928教师节五档级基隆市长参选人黄熙贤问候全市老师的辛苦 也祝福教师节快乐 并且提出学校午餐秘书改由专案约聘人员负责 让老师回归专责教学行政减压 也可以安心用餐的小确幸证件 更重要的是黄熙贤认为投资未来才有未来 看见少子化的危机认为有为的市政府 现阶段应该更加照顾好国中国小学童 因此经过团队仔细计算基隆市的财政状况 力推可以做得到的全市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政见 市政府对于国中国小分别补助每餐 每个月是300到200不等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经过核算 家长的支出大约在9400万左右 也就是说不到1亿元的额度 如果市政府能够来帮忙 比照其他九线市的运作 来减轻我们家长的负担 对于我们现在的学生来讲 身体健康 这个餐的素质 包括我们所希望的是 这个午餐能够五星级化 然后对于这个美餐能够提高 每周有一个牛奶 或是这个有机蔬菜有机穀物 当然要避免这个萊克多巴胺猪肉 黄熙贤进一步指出到今年五月底为止 全市国小及国中学生总共大约 两万一千多人来计算 市政府教育处一年只要再负担 大约9400多万元 就可以支持免费营养午餐政策 照顾孩子也减轻家长负担 目前全台湾已经有九个县市在推行 另外黄熙贤也提出照顾弱势学生 以及长假午餐补助的政策政见 放假期间这三个月约三个月期间 我们也希望能够照顾到清寒的学生 我们也推出了学生数位卡 到时候可以给点数 比照类似台北市 学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自己去采购餐点 来补充营养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经过细算 就发现说这个有教育基金 有市政府的补助 所以议会来讲 这个市政来讲 财政纪律上来讲 应该都是符合在这个 可以容许的范围内九千多万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照顾这些学生 对于这个学生 我们是投资现在 我们才会有未来 比起一些像是天边彩霞一样 讲起来很动听 却做不到的政见 黄熙贤认为 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的政策 更加真实有用 照顾好未来国家社会的主人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